看到比特币比特币 其实之前先遭受Tesla 创办人的言论冲击 现在最新传出内地的封杀虚拟货币 内地三个金融协会联合公布 近期虚拟货币的价格暴跌 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好像有反弹 批评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扰乱经济金融正常秩序 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都不得开展 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 比特币昨天急跌至3万美元的水平 以太币、99币都急跌 加密货币交易所更加一度半痰瘡 其实当时也挺害怕 人称联登契妈的阿邦州基金 创办人Kaby Wood和Tesla 马市客也有先后开口支持比特币 也有反弹 星期三比特币高低波幅达到1.4万美元 今次虚拟货币的币灾 有没有振省市场信心 你自己有怎样看比特币的长线投资价值呢? 是的 Irene昨天都比较惊吓 但其实如果你说真的 一些长期流 移开比特币的一些朋友 应该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历史上的 比如比特币历史比较久 其实在过去历史上 看到这种类型的一些 好像暴升或者暴跌 其实都不是第一次的事 但是反而你说过去这段时间 我想譬如昨天说 中国会不让金融机构 去用比特币 这些加密货币去交易 或者交易 其实这件事 我想中国政府的取态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不觉得这是一个新鲜的事 但反而我想市场上 就真的好像Irene你所说 几件事叠加在一起 另外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本身比特币 或者所有加密货币 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的升幅是非常高 尤其在可能一些增长型的公司 都回落了之后 其实这几个月 加密货币那个 就是上升的趋势还是很强 还有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个 不算我们觉得很健康的形象 就是可能你说加密货币里面 可能以债币或者比特币 大家会觉得技术含量比较高些 或者基础大家容易一些去说 但是我们过去看到一段时间 就是很多形形色色不同的币 其实都没有份 可能越差基本面的币 反而越升得好 所以这件事对于市场来说 可能都是一种警号 所以其实市场回调是必定的事 单独是哪一个时间点